并您对治习气 念佛欲得一心 必须发真实心 未了生死 不畏得世人为我真实修行之名 念时必须字字句句 从心而发 从口而出 从耳而入 一句如是 百千万句 亦如是 能如是 则妄念无由而起 心佛自可相弃矣 正 父周群征书 念佛时 不能恳切者 不知说婆苦 极乐乐耳 若念人生难得 中国难生 佛法难遇 净土法门 更为难遇 若不一心念佛 一气不来 定随树身今世之最重恶业 堕三途恶道 常接受苦 了无出奇 如是 则思地愈苦 发菩提心 菩提心者 自立立他之心也 此心一发 如气受殿 如药加流 其力甚大 而且迅速 其消业障 争福慧 非平常福得善根之所能比喻也 正 父陈慧超书 念佛 要时常做将死 将堕地狱想 则不肯切 意志肯切 不相应 意志相应 以不苦心念佛 即是出苦第一妙法 亦是随缘消业 第一妙法 正 父永加某居士书六 念佛 心不归宜 由于生死心不切 若作将被水冲 火烧 无所救援之想 即将死将堕地狱之想 则心至归宜 无需宁求妙法 故经中屡云 思地狱苦 发菩提心 此大觉世尊 罪切药之开示 其人不肯真实思想耳 地狱之苦 比水火之禅 身无量无边备 而想水冲火烧 则悚然 想地狱 则泛然者 一则心力小 不能详细其苦事 一则 亲眼见 不觉 毛骨 悚然耳 正 至包师贤淑 此佛号时 杂念 纷飞 此事 多知多见 心无正念之现象 与此种 与此种 敬相不限 唯专心痛念自己 将遇命中 唯恐极度恶道 立志念佛 了不起他种念头 九则 自可成亲 三 赴丁普敬书 今信得此 大丈夫身 又闻 最难闻之 净土法门 敢将有限光阴 为身色获利 消耗殆尽 令其人就 虚声浪死 人父沉沦六道 求出无其者乎 只需将一个死字 此字好得很 挂到鹅炉上 凡不宜贪念之境 现前 则知 此无知 获汤如探也 则断不至 如飞蛾复火 自取烧身矣 凡愤所应为之事 则知 此无知出苦 此行矣 则断不至 当仁固让 见义不为矣 如是 则沉浸 即可作 入道之缘 岂必 并绝成员 方堪修道乎 正 傅林波某居士书 人在世间 不能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者 皆由妄念所致 今于念佛时 即作以死 未往生想 于念念中 所有世间 一切情念 细皆置之度外 除一句佛号外 无有一念可得 何以能令如此 以我一死已 所有一切妄念 皆用不拙 能如是念 必有大意 三 父诸仲华书 初心念佛 未到清正三昧之时 谁能无有妄念 所贵心肠绝躁 不随妄转 欲如两军对垒 必须坚守几只成锅 不令贼兵稍有侵犯 后其贼意发作 即迎敌去打 必使正觉之兵 四面何为 必比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彼自巨或灭种 即相帅归降矣 其罪要欲拙 在主帅不昏不堕 常识心心而已 若以昏堕 不但不能灭贼 反为贼灭 所以念佛之人 不知色心 欲念欲生妄想 若能射心 则妄念当渐渐轻微 以至于无耳 鬼云 学道犹如 守进城 奏防六贼 夜心心 将军主帅 能行令 不动干戈 定太平 正 正 赴徐 徐燕如 亦如书 向外持求 不知返照回光 如是学佛 疏难得其实意 孟子曰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一意 辱学佛 而不知习心念佛 于儒教上位时尊 旷佛教乃真实习心之法乎 及至心不令外持之味 编者静住 观世音菩萨 返闻文字信 大势至菩萨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金刚经 应无所助 而生其心 不助色身相畏促法 而行不失 乃至万恨 心经 照见五蕴皆空 皆世人 即静世心之妙法也 若一向专欲博览 非无利益 乃业障未消 未得其意 先受其病矣 正 赴马器稀疏三 修行之妖 在于对治烦恼习气 习气少一分 及功夫近一分 有修行欲力 习气欲发者 乃只知一事项修持 不知返照回光 刻出己心中之妄情 所致也 当于平时 欲为提防 则欲尽逢源 自可不发 躺平时 适得我此身心 全属幻望 求以我之实体实性 了不可得 既无有我 何有因尽因人 而生烦恼之事 此乃根本上 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 如不能地了我空 当依如来 所是五庭心惯 而为对治 五庭心者 以此无法 调停其心 宁心安住 不随静转也 所谓多贪众生 不静观 多称众生 慈悲观 多善众生 属习观 于痴众生 因缘观 多藏众生 念佛观 正 对治称慧等意 在凡夫地 谁无烦恼 须于平时 欲先提防 自然 欲尽逢源 不自触发 重发 亦能顿起绝躁 令其消灭 其烦恼境 不一而足 举其胜者 为财色 与恨力 宿端而已 若知无益之财 害胜毒舌 则无灵财 苟得之烦恼 与人方便 究竟总归 自己虔诚 则无穷极患难求救 由习财 而不肯之烦恼 色者 众对如花如玉之貌 常存 若子若媚之心 重视苍继 亦做事想 生怜悯心 生肚脱心 则无 见美色 而动欲之烦恼 夫妇相敬如宾 是妻事 为相继 祭主之恩人 不敢当作 彼此行乐之欲拒 则无 寻欲灭身 及妻不能欲 子不成立之烦恼 子女 从小教训 则无 五逆轻心 败坏门风之烦恼 至于 恨利一端 须生怜悯心 明彼无知 不予计较 又做自己 前生成脑害过比 经因此故 遂还一束债 生欢喜心 则无 恨利 报复之烦恼 然上来所说 乃 俯顺出击 若久 修大事 能了我空 则无尽烦恼 西化为 大光明障 正 赴高少林书 四 人苦 日在烦恼中 尚不知是烦恼 若知是烦恼 则烦恼便消灭已 心本是佛 由烦恼未除 网作众生 但能使烦恼消灭 本具佛性 自然显现 见正编 赴原文纯书 譬如窃贼 任作家人 则所有家财 惜背彼窃 若知是贼 彼疾逃去 今不念不存 刀不磨不利 不于烦恼中 经历过 一遇烦恼之境 便令心神失所 能适得比 无神势力 其发生 牢扰心神者 皆无自取 经云 若知我空 谁受傍者 经历之云 若知无我 烦恼何生 古云 万尽本贤 唯心智闹 心若不生 静智如如 三 父臣非亲疏 三丈者 即烦恼障 业障 暴障 烦恼即无名 一名为祸 即是于理不明 即贪嗔吃野 忘记 忘记 忘记各种 不顺理之心念 欲灭各种 不顺理之心念 先须了知 世间一切诸法 西皆是苦 是空 是无常 是无我 是不敬 则贪嗔吃三毒 无由而其矣 见山边 与泄荣脱疏 业即由 贪嗔吃烦恼之心 所作之 杀到淫等 恶事 顾名为业 其业已成 则将来 必定要受地狱 恶鬼 畜生之 山徒恶报也 三 负灵得尽疏 贪者 渐尽而兴起 爱药之味 欲戒众生 皆由淫欲而生 淫欲 由爱而生 若能将自身 他身 从外之内 移移地观 则但见购汉剔拓 法毛着齿 骨肉浓血 大小便利 臭同死尸 乌如清澈 随于此物 而生贪爱 贪爱即习 则心地清净 以清净心 念佛名号 如干受合 如百受财 以因地心 弃果地绝 事半功倍 利益难思 正 对至称惠等意 称心 乃素事之习性 今作我以思想 任彼刀割相图 于我无干 所有不顺心之尽 作以思想 则便无可起称意 此机如来 所传之三昧法水 谱喜一切众生之结业者 非光自出心才 望说也 正 父求配亲书二 所言称心 乃素事习性 经济之 有损无益 以一切事当前 皆以 海阔天空之量 容纳之 则现在之 宽宏习性 即可转变 素生之 贬载习性 倘不佳对质 则称习欲争 其害非浅 正 父求配亲书一 称心意起 于人无益 于己有损 轻易心意烦躁 重则甘目受伤 须令心中 常有一团 太和元气 则疾病消灭 福寿争从矣 正 对质称惠等意 愚痴者 非为全无知事也 乃指 世人于善恶境缘 不知 皆是树叶所遭 现行所感 万为无有因果报应 及前生后世等 一切众生 无有会目 不是直断 便是直长 直断者 为人受父母之弃而生 未生之前 本无有物 及其已死 则行迹朽灭 魂意飘散 有何前生 及予后世 此方居须之如 多作此说 直长者 为人常为人 处常为处 不知 夜由心造 行随心转 古有疾毒之人 现身便舌 疾报之人 现身便乎 当其业力猛力 尚能变其形体 况死后生前 是谁夜千之转变乎 是以佛说十二因缘 乃贯三世而论 前因必感后果 后果必有前因 善恶之报 祸福之灵 乃属自作之寿 非自天降 天不过应其所为 而主之耳 生死循环 无有穷疾 欲父本心 已了生死者 舍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 不可得也 贪嗔痴三 为生死根本 信愿行三 为了生死妙法 欲舍彼三 须修此三 此三得利 彼三自灭已 正对之称慧等意 所言俗悟纠缠 无法摆脱者 正当纠缠时 但能不随所转 则及纠缠 便是摆脱 如尽照相 相来不惧 相去不留 若不知此意 重令秉除俗悟 宜无事事 仍然皆善忘心 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学道之人 必须素未而行 尽己之分 如是则中日熟悟纠缠 中日逍遥物外 所谓一心无助 万静俱贤 六成不恶 还同正觉者 此之未也 正赴徐彦如 亦如书 欲令真知显现 当于日用云为 长起绝照 不使一切唯理勤想 暂蒙于心 常使其心 须鸣动策 如尽当台 随尽应现 但照前进 不随尽转 言吃自笔 于我何干 来不预计 去不留恋 若或唯理勤想 稍有蒙动 即当言以公志 搅除宁静 正 了凡事迅序 众生一念 与佛无二 由迷而未悟 则全智慧得相 称烦恶苦 心本是疑 迷雾疏 则苦乐意义 是之一念心性 本是智慧功德海 由烦恼脏毙 无智慧照了 则全体 成烦恼夜苦海 今以智慧绝照之 则即烦恼夜苦海 成智慧功德海 故华言精云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正德 若离妄想 则一切智 无碍智 即得现前 三 父成非清书 心之本体 与佛无二 故佛令人念佛 以佛威得神力之智慧或 烹念凡夫 夹杂烦恼获叶之佛心 必比烦恼获叶 惜皆四善削弱 为留清净纯真之心 方可谓心即佛 佛即心 未到此地位说 不过是其体性而已 若论相 试相 语用 利用 则完全不适宜 三 父周成会尽书 念佛 一氧气调神之法 一参本来念慕之法 何以言之 无人之心 常识纷乱 若自成念佛 则一切杂念妄想 惜皆渐渐消灭 消灭则心归于一 归一则神气自然冲畅 辱不知念佛希望 且是念之 则觉得心中种种妄恋皆现 若念之久久 自无此种妄恋 其最初觉有妄恋者 由于念佛之故 方显得心中之妄恋 不念佛 则不显 譬如屋中 清静无尘 窗孔中 透尽一线日光 其尘不知有多少 屋中之尘 由日光显 心中之妄 由念佛显 若常念佛 心智清静 孔子慕遥顺周公之道 念念不忘 故见遥于庚 见顺于墙 见周公于梦 此常识意念 与念佛合意 佛以众生之心口 由烦恼获叶 制成染污 以南无阿弥陀佛之 弘灵圣号 令其心口称念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念之久久 夜宵至朗 藏尽服从 自心本具之佛性 自可显现 正 父逢不救书 圣人 遇天下永太平 人名常安乐 特作大学 以示其法 开章集约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然明德 在人各自聚 由无刻念 省察之功 则明德 被幻望 私欲所必 不能显现 而得受用 其明知之法 在于刻念 刻念之功夫次第 在于修身 正心 诚意 自知 格物 物者和 即随尽所生 不合天理 不顺人情之 幻望私欲 非外物也 由此私欲 固结于心 则所有之见 皆随私欲 而成偏邪 如贪明 贪力者 知之有力 不知有害 竭力盈为 或致 身败名裂 爱妻爱侄者 知之妻子之好 不知 妻子之恶 养成祸胎 或致荡产灭门者 皆由贪与爱之 私欲所致也 若将此 不合情理之私欲 格除净见 则妻子之 是是非非自知 名利之得之已到 不须淫缘望求已 此物质 先要事得是 幻望不合情理之私欲 则其格除 乃意义是 否则 尽贫生力 不耐彼合 众读尽世间书 也知成得一个 依草父母 随波足浪汉 甚以 私欲之物之祸 大也 若知此物 事无人生死愿家 绝不令彼 暂存无心 则疾心 本具之正知自显 正知显而意诚 心正 身修 顺流而导 事如破竹 有不其然而然者 人皆可以为遥顺 人皆可以做佛 以一切人民 各具明德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其不能为遥顺 不能做佛者 皆有私欲固毙 不奋刻念之功 遂至重节至节 随私欲转 轮回六道 了无出奇 可不哀哉 然专以革智为训 不以因果相辅而导者 或难奋发大心 立志修持也 续 标本同志陆续 如年二十一 能师能闻 乃素有善根者 然须谦卑字幕 勿以聪明教人 欲学问广博 欲绝不足 则后来成就 难可测量 续 父有有为书 明十年 光至南京 为梅孙 系汉林 十年六时 为光曰 佛法 某也相信 佛也肯念 诗之文操也看过 就是吃不来素 光为 富贵人 习气难忘 君欲吃素 其熟读文操中 难寻放生 持素 以其文先说 生佛心性不二 次说 历劫互为父母 兄弟妻子 眷属互生 互为怨家对头互杀 至 吃饮饭网 嫩言 嫩且经文为证 熟读生思 不图不忍识 且不敢实意 见习哉法会法语 当硕硕读 自不能吃肉实意 此系八月十二日化 至十月 比六十生辰 恐人情有碍 往金山过生日 回家及常树矣 续 富责人居士书 世人 于衣食 共生之物 惜之欲备 不致临时失措 而关于身心性命之事 不但不知欲修 且以人之欲修者为吃 而以己之四智重情 知行淫杀 唯有福 唯有智 不知世间盲农阴雅 残废无依之人 与牛马诸羊 或为人服役 或从人口负责 皆此种 自以为有福 有智之人 所得其福智之 真实好报儿 三 赴阳中圣书 如记之性情暴力 当时时做 我事事不如人想 众人负我德 亦当作我 不想 觉自己对一切人 皆有愧作 欠憾无矣 则暴逆之气 便无犹生矣 凡暴逆之气 皆从傲慢而起 既觉自己处处抱歉 自然弃累心平 不自我慢 共高以灵人 三 父好自稀疏 佛法要义 再无执着心 若欲先存以死执着 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 便寒磨胎 若心中空空洞洞 除一具佛外 便无一念可得 则数机有得已 三 赴明道法师书 字之路 唯引人入魔 自己可恶之魔化 上海罗继同居士 得此路 十印一千本送人 丁桂桥居士 欲未广布 领继同寄光一包 桂桥自己做书与光 其为作序 以其广传 光阅之 不甚精益 即将原济之书 完全寄予桂桥 即成此书之祸 以初心人 率皆不在 一心至成意念上用功 而常遇见好境界 躺一见此书 以急切之狂妄心 常做此念 避之引起 数是愿家 未现彼所目之境 即乎一见此境 生大欢喜 愿家随即附体 其人即丧心病狂 佛意不奈何彼矣 三 父礼少还书 色欲一事 乃举世人之通病 不特忠下之人 背色所迷 即上根之人 若不暂经致辞 前替再念 则亦难免不被所迷 事关古今来 多少出格豪杰 顾足为胜为贤 自有打不破此官 反为下于不孝 肩负永度恶道者 盖难胜数 嫩言精云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辱修三昧 本出尘劳 淫心不除 尘不可出 学道之人 本未出离生死 苟不痛楚此便 则生死断难出离 即念佛法门 虽则待业往生 然若迎席固结 则便与佛格 难与感应道交矣 欲绝此祸 莫如见一切女人 皆作轻想 怨想 不敬想 轻想者 见老者 作母想 长者 作子想 少者 作妹想 幼者 作女想 欲心众盛 断不敢于 母子妹女边 岂不正念 是一切女人 总是无知 母子妹女 则理智于欲 欲无由发矣 怨想者 凡见美女 便起爱心 由此爱心 便多恶道 常接受苦 不能出离 如是者所谓 美丽娇媚者 比杰者虎狼 毒舌恶蝎 披霜震毒 猎百千倍 于此极大愿家 尚有念念着念 岂非迷踪被人 不敬者 美貌动人 只外面一层薄皮耳 若揭去此皮 则不忍建议 骨肉浓血 史料毛法 林立狼藉 了无一物 可令人爱 但以薄皮所蒙 则忘生爱念 花瓶圣分 人不把玩 今此美人之薄皮 不亦花瓶 皮内所容 比分更会 何得爱其外皮 而望其皮里之种种会物 慢其妄想忽哉 苟不占经前提 痛楚此息 则违见其 知之美丽 致爱见入骨 不能自拔 瓶树如此 欲其末后不入女妇 不可得也 入人女妇有可 入处女妇 则将奈何 失宜失急 心神经部 然欲于渐静 不其染心 须未见静时 常坐上三种想 则渐静 自可不随静转 否则重不渐静 异地人父缠绵 终被淫欲习气所付 故宜认真 敌除恶业习气 方可有自由份 正 傅勇将某居士书 无常为世间人民 十分之中 由涉欲直戒而死者 有其四分 见戒而死者 亦有四分 以由涉欲亏损 受别种感触而死 此诸死者 无不推之于命 其知贪色者之死 皆非其命 本乎命者 乃居心轻真 不贪欲事之人 比贪色者 皆自强其身 何可谓之为命乎 自若依命而生 命尽而死者 不过一二分而 由是知天下多半 皆亡死之人 此祸之孽 事无有二 亦有不费一钱 不劳为利 而能成至高之德行 想自大之安乐 以子孙 以无穷之福音 必来生 得真良之眷属者 其为借淫乎 夫妇正淫 前已略说厉害 精且不论 至于邪淫之事 无怜无耻 极慧极恶 乃以人生 行畜生事 是以燕履来奔 妖姬献媚 君子施为 莫大之祸殃而拒之 必至福耀造林 皇天眷幼 小人施为 莫大之幸福而纳之 必至灾心立子 鬼神诸禄 君子则因祸而得福 小人则因祸而加祸 故曰祸福无门 为人制造 世人苟于女色关头 不能彻底看破 则是以至高之德行 至大之安乐 以及子孙无穷之福音 来生真良之眷属 断送于恶寝之欢愉也 哀哉 正欲海回狂絮 聪明人 罪易犯者 为色欲 当常怀敬畏 切勿稍有 邪望之蒙 若获偶其此念 吉祥无人 一举一动 天地鬼神 诸佛菩萨 无不惜之惜见 人前 人前尚不敢为非 其不孝也大义 故争子临终 方说放心无虑之话云 施云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而今而后 无之免福 未到此时 尚存战兢 争子且然 况无被凡拥忽 续 复徐书庸书 凡有愤怒 淫欲 好胜 赌气等念 偶尔蒙动 即作念云 我念佛人 何可起此种心念乎 念起即席 久折 凡一切老神损身之念 皆无由而起 终日由佛部 思义功德 加持身心 感宝不虚时日 极见大笑 续 与胡作出书 业障重 贪嗔胜 体弱心切 但能一心念佛 久之 自可诸及贤欲 浦门品位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称慧 愚痴 常念恭敬 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之 念佛亦然 但当尽心竭力 无获一二 则无求不得 正 傅永家某居士书五